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王議員可否請問 你剛才一直說 你和發展商很緊密的連繫 希望去解決問題 請問你和美副居民 有沒有商議過任何行動 或者任何的要求呢 有的 我們昨天有和美副居民 包括葉先生 包括其他八旗居民 本身是八旗居民 是受平方樓影響的居民 有探討,亦有聽取意見 聽取意見後,我就遭遇了一封信 由本人親自寫的信 因為不夠時間 即是沒有必要打 即是我們做了一封信 所以剛才回應你剛才的問題 我們選擇把一封信 今早一早去長達 又去辦事處和計交 亦透過一些有影響的人士 不斷走船 不斷溝通 強烈爭取 停止動工 這很重要 因為司機在這裡 他們是打工的 司機…我做甚麼 他們也打工 最重要是後面控制他的人 所以我選擇沒有在現場 我選擇沒有在現場 我選擇在找他老闆 聊天 當然 所以我探討的問題 我是在那邊 同時我也可以透過電話 不同的渠道 去爭取公 因為本來他是要興建動工的… 我記得是甚麼 Coding 即是那些叫甚麼 他要動工 我說沒有必要 完全沒有必要 也是擾民的行為 即使你剛才選擇 哪個月的大選 你之後很歸民的任務 你是否都會選擇參加 抗爭的性質 我會視乎抗爭的性質 來個面考慮 抗爭有很多種形式 我…在這裡 我沒有辦法 因為抗爭就說有參與 事實上我們也有參與一些 表達意見的情況 以後再有參與 有參與的工程 即是一路的工程 我想說回 本來我今早 打算八點多 九點鐘交完信 我就過來 我昨天也跟葉先生說了 十分鐘後我會說回來 但因為中間 是九方夜和九州樹 亦都是遞順的時間 是要耐落 聽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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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剛剛才打電話 所以馬上說回來 你有沒有blank 可以回到之前 會不會blank 我們嘗試爭取 口頭上 口頭上已經是說得很清楚 是12月19日訴訟完結前 是不會動工 這是一個口頭對我們居民的聲明 亦是即時撤離 我亦打過給葉先生 因為當時應該跟他在那裡 我已經告訴他 會撤離 每次來 接著在數後的十幾分鐘 就離開了 這個很清晰 就是我們的努力 第一天很成果 接著地質理 第二天很需要 詞咬的 3 1 2 4